俄罗斯证实已经从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撤军 当地再度挂上了乌克兰的国旗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要交给国际中心记者柯信仪 好 主播观众带您持续关心这个俄乌战争的最新状况 俄罗斯的国防部呢他们是宣布说 三万名的士兵已经从这个南部大城赫尔松全面撤军 那其实乌克兰的军队呢他们是从这个赫尔松的西部进入城市的 那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赫尔松市呢 包括很多民宅还有这个行政大楼等等 都已经重新挂上了乌克兰的国旗 那甚至呢这个乌克兰的赫尔松居民呢是非常的开心 还有很多人呢是直接把这个乌克兰的士兵呢团团包住 那大家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这个赫尔松是再次回到了这个乌克兰军队的手里 那现在呢总统泽文斯基也证实说 的确哦这个赫尔松现在他们是完全收复了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乌克兰呢 他们其实从八月的时候呢就拼命的想要拿回这个赫尔松 但当时呢这个战况是比较激烈 而且他们的进度也是稍微缓慢的 是一直到现在呢才真正把这个俄军赶回这个地涅伯河的这个东侧 那其实现在呢这也算是这个俄乌战争开战以来呢 乌克兰再次呢获得很重要的一个进展 那其实乌军呢可以获得这样子的进展 当然也是靠着这个西方先进的武器 像现在呢美国是宣布呢会再给他们这个4亿美元的这个军援 那其中呢是包括首度提供了这个短程 高机动性的复仇者防空系统 以及呢刺针飞弹 那现在啊外界也很关注 因为当初呢这个总统泽文斯基啊 他曾经在上个月是下令说绝对不可能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清来进行谈判 不过现在啊根据外媒的报道 是说呢普清似乎有意愿呢跟这个 泽文斯基似乎是有意愿跟普清来谈判 只是是有前提有条件的 也就是说呢要能够夺回这个开战之前 俄罗斯这个夺走所有的这个乌克兰土地 双方呢或许就有机会可以谈判 那或许啊也是因为这个冬天要到了 因此呢现在看起来欧乌战争呢也出现了一线曙光主播 好那么接下来来看到呢 美国的其中选举还有几个州还没有开票完成 导致两党的选情是陷入了焦灼 却关系到国会的控制权 那么哪时候才会有结果呢 要继续交给信仪 好那持续带大家来关心 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 到底谁能够掌握参议院呢 目前民主党跟共和党呢 是各自握有这个48席跟49席 也就是说呢要有其中一党呢 再拿到两席才能够真正的掌握参院 不过现在呢关键还有三个州 是还没有开票出来的 那是包括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以及内华达州 因此这三个州的这个选举结果啊 对于整个这个国会来说啊 是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亚利桑那州 目前民主党参议员Kelly呢 他是以这个51.4% 对上46.4%的票数 大概是差距五个百分点 那大概是11万票左右 领先这个共和党的这个Masters 不过呢在亚利桑那州这边 大概呢还有20%的选票 是还没有开出来的 而且这些选票啊 大多都是邮寄选票的方式 那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呢 当时这边的亚利桑那州 也是邮寄选票开的比较慢 而且这些邮寄选票的结果 多半都是民主党的票 也因此呢大家就在猜测说 那这一次呢还会不会是一样的结果呢 大家都相当期待 那至于说乔治亚州呢 目前其实大概已经有99%的票 都开出来了 可是因为两个党的候选人呢 都没有突破半数 也因此呢这个外界就是预期说 进入这个12月6号的这个 第二轮的决选呢 看起来是势在必行 那再来我们看到是 这个内华达州的情形 共和党的这个赖克少 是持续领先 争取连任的这个民主党籍的 参议员马斯托 不过呢马斯托也是紧追在后 目前两个人的差距是只有 大概一个百分点左右 大概是9000票而已 那所以呢 而且还有这个将近12%的选票 还没有开完 所以看起来内华达州这边的选情 也是相当胶着 那CNN就分析说 这一次啊 这个美国其中大选 为什么会这么胶着原因 当然是因为这三个州 开票开得比较慢 然后因此呢 媒体不太敢率先宣布 说到底是谁连任了 那另外一个原因啊 就是因为这三个州的选民 大多都是采用这个 邮寄选票的方式 那邮寄选票的计票呢 其实是相对花时间的 因为像亚利桑那州啊 这边是还要一个一个 比对这个信封外的签名 跟这个资料库内的签名 那另外呢 内华达州是说 这个以这个选举 当天的游戳日都算 那甚至到这个15号以前 选民都还有机会 可以来修改 你的选票的结果 所以呢 等于说你要知道 最后的票数 其实啊 还有得等 那其实从现在选情来看 民主党或共和党呢 可以各拿下这个 亚利桑那州 或者是内华达州 但是如果说 潮吉亚州就会成为 是最后的这个关键州 那大概结果 就会到这个12月 才会揭晓 但如果说呢 民主党是拿下 亚利桑那州 接着内华达州呢 这个马斯托又顺利翻盘的话 那看起来呢 应该就是民主党 可能数天后民主党 就可以正式宣布说 他们是控制了这个参议院 这样 只是这次的其中选举 其实大家都说 输家不是民主党 也不是共和党 反而是这个川普 因为要其实川普 积极站台的候选人 都是中箭落马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